马来西亚慈激志工持续在校园 推动小钱行善的观念 像是在奔征北部的小镇文绿 志工前往三所华校 介绍了主统岁月的故事 推动小钱行善的观念 慈激志工来到马来西亚 奔征北部的小镇文绿 在当地的华校和师生们分享 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善举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同学呢 可以在家里每天让自己有机会 发一个善念 那当你放下一个一毛钱的时候 或者是放一个零钱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在发你的善心 在做好事了 事隔一个月 慈激志工再度来访 没想到许多小培的竹筒 都已装了半满的零钱 数着自己存下的爱心 希望将这份小小心翼 用来帮助需要的人 你每天投多少钱 也是纯一块 也是五块 你怎么会舍得说要拿来帮人呢 你为什么不要自己来买东西吃呢 看到他们很可怜 所以你要帮助人啊 今天我感到很快乐 也是很高兴 因为能够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希望以后可以再像这样子 帮助别有需要的人 有的孩子不仅将自己存下的零钱捐出 陈美娜更多要了一个竹筒 希望把好的观念也跟家人分享 多一个铺盆做什么 给你妹妹 为什么你会说 你要拿多一个铺盆给妹妹呢 给她学习以后一房间 小小的竹筒不仅帮助孩子 养成储蓄的习惯同时也可以帮助 有需要的人 大约新闻 真善美之工 陈春莱 黄素梅 唐电光 马来西亚报道